Hello 各位牛气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牛气精品课 我是本次课程的讲师沐北 那本节课呢将由我继续为大家带来 本次系列课里面的第15小节 微淘数据的解读 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微淘的界面里面来 也就是大家一直进的这个资源平台 叫we.tobo.com 那然后呢在里面找到内容的分析 其实看微淘的数据呢 其实很多人呢他不是特别会看 但是呢看微淘数据呢很简单 主要呢就是以这三个点为主要的因素 去思考它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流览量 流览量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理解成是你的流量 那这里呢我们主要看一下它浏览的人数 不要去看次数 因为前面有一个次数嘛 那次数的话呢 它多次浏览呢也是会重复的叠加的 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人数呢 会更加的精准 其实它就是一个UV跟PV的关系 这个我们电商的小伙伴肯定都了解 而第二个数据的话呢 就是禁电 那禁电代表什么呢 禁电就代表了到底有多少人通过这篇文章 通过这些内容呢 进到了你的店铺里面来 对吧 那看到了这个你的店铺的产品 因为一旦他进到产品里面呢 他就说明这个人是有购买意向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监测到你的用户到底有多少的购买意向 那么它是引导禁电的人数 流氧人数 引导禁电人数 那第三个呢 其实它就更直观一点了 我们会去看一下架构人数 就是有多少人会通过这篇文章啊 或者说这个帖子 然后来对产品进行架构 对吧 那我们架构出来的产品 比如说120个架构 可能从这个架构里面能转化出50啊 或者说转化出10单 20单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是可以分辨掉的 因为现在内容板块 我记得我之前讲过 内容里面呢 其实它的数据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精准 对吧 这个我提到过 呃 成交的数据啊 就成成交的数据 它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会 呃 更看架构一点 因为架构呢 也能反映一些实际的情况 就是浏览人数 引导 经典人数 还有这个引导 架构的人数 这三个要素是我们 呃 需要去看的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再有另外要关注的话 就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粉丝增长的这个人数 但是这个呢 不作为主要的因素 不作为主要的这个数据指标 那主要的数据指标 就是刚才讲这三个 浏览 经典 跟架构 我们看微讨数据的时候 看这三个点就够了 我们日常呢 在发布的时候 也是看这三个点的 呃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通过这个 刚才的数据分析讲解之后呢 比如说这个上面有一个第一个啊 就是9月26号这个内容 对吧 那内容的右边有一个查看按钮 对吧 那我们可以点一下查看按钮 就会看到是哪篇文章了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详细的关注 它会告诉你具体是哪些流量 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深入的来看一下 详细的按钮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点了进去 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这么好 当然了 这个看数据嘛 对吧 主要就是看一些表现的比较好的数据 不好的数据呢 在微讨里面 其实接电意义并不大 因为好的数据呢 你可以去发现它的发布时间 发现它的发布的内容形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呢 来进行内容的调整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这些数据是展现的是比较好的 我们放在上面 然后呢 这里呢 在这个内容的下面呢 它有一个一键复制的内容链接啊 这个是它的内容链接 那你把这个内容链接呢 发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通过微信端通过其他端口发出来之后呢 到手机在淘宝上面打开 你就能看到具体的是哪篇文章了 因为这里呢 只会有一个大致的展现 进去才能够看到详细的展现 然后左边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左边这个数据给大家讲一下 它是点了详细关注之后出来的数据 详细关注 点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数据 那么它是从9月30号开始的 对吧 9月30号 10月1号 10月2号 10月3号 10月4号 10月5号 对吧 它的内容的展现形式 内容的曝光量 哎 我们可以看通过这个数据 能够发现 内容在哪一天的曝光量是最高的啊 哪一天的曝光量是最足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30号发的内容 然后可能在2号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最高的展现 因为前面给大家讲了嘛 你的所有的微淘的内容 都会有一个 它抓取的相对应的时间 对吧 那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 那么30号 1号 2号 3号 4号 对吧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来看一下这篇内容 到底说哪一天 它的曝光量是最大的 或者是它曝光量更大 这个呢 对我们来讲也是比较有利的 可以去看一下 单条 单条的去分析一下 因为表现的比较好的内容 我们都会去分析 去总结它的时间 总结它发布的内容形式 然后总结它的这个曝光的时间 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更好的来掌握一条内容 它整体的曝光轨迹 对我们后面的内容的设定跟操作 其实是比较有效的 那这是微淘上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的平台内容端的一个内容的数据分析 进入到这个生意参谋里面的内容渠道板块 对吧 那整体店铺来看呢 第一我们可以通过内容查看整个内容的投放量 然后以及具体的投放效果 那这个内容进来之后呢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整体 比如说这个发布量 这个一个月是发布359条 对吧 那浏览次数呢 可能有60多万 那这是它一个整体的发布量的形式 进来之后呢 也是点到单条分析里面的全部内容 但是这里看的全部内容呢 就不是店铺的啊 因为前面给大家讲的 在we.top.com呢 呃 在在前面的那个内容制作平台里面 全部是我们微淘的内容 但是在这个生意参谋里面的内容呢 为什么对不上啊 是因为生意参谋里的内容呢 它是呃 包含了达人的帖子 包含了我们微淘的内容 对吧 那所以说单条分析 这里有一个图文全部内容 那图文全部内容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全部内容里面 有很多啊 有很多这个每一条 那包含了每一个达人 所以说我们也要去看一下 这些达人给我们推出来的效果 到底怎么样 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因为它确实也属于内容的呃 一个板块吧 内容的一个大板块 其实在达人板块的话 流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图文短视频直播都是一样的 看看谁表现比较好的吧 那这里呢 有达人的名字 像这个之前 这个一只半码 对吧 那这里有达人名字 然后你只要搜了这个达人名字 对吧 那就会出现啊 这个达人就可以跟他进行聊嘛 对吧 那前面呢 呃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比如说在微中上面去 呃 去搜一些达人的名字 在这里呢 是可以搜到的 你只要进去就OK 就能够发现得了 那我们在内容板块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到他的推广的内容 既然说他 如果说这个人是你长期合作的达人呢 那这个事你就不用管 对吧 因为你们已经在合作之中了 如果说这个人的表现数据整体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没有进行合作 我们的合作是比较少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深合作 可以加深跟这个达人的合作 可以去跟他聊嘛 对吧 可以去跟他谈一谈整整体的性价比啊 然后包括合作的一些模式啊 方式啊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去呃 建立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这是他的特点 可以在里面去找到这样的内容形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单条分析里面的呃 全部内容 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图文跟视频哪种形式会更好吗 也可以看到在自己的店铺里面 哎 到底哪一条数据是是更好的 对吧 那更适合视频还是更适合图文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呃 店铺的对比 当然看的方式也是这样的几种形式 浏览的人数 引导的经典次数 还有引导的架构次数 我们都看这些东西吧 这里呢 有几个点呢 还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因为是看数据嘛 看数据的话呢 我们要能够明白 就是第一呢 呃 阅读数它是不等于经典数的 对吧 那阅读数 它只是点到这个内容里面的一个浏览量 对吧 就是有多少人看了这个内容 就深入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浏览数 也不等于你的 播放次数 对吧 那这个播放次数呢 呃 其实是比较尴尬的 对吧 就比如说在视频板块会有播放次数 呃 什么叫浏览次数 浏览次数就是他真的点到文章里面来看了 但是播放次数不一样 播放次数比如说在微桃里面 它的播放次数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功能 可能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的手机是连着WiFi的模式 在WiFi的模式下的话 你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自动匹配到这个开始播放的 就是你不用点 他自动播放 那么这个呢 也是算播放次数的 所以说播放次数很高的原因就在这 对吧 很多同学都问过 老师我这个内容有几十万的播放次数 但是为什么没有进电呢 原因就是因为 呃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WiFi模式下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意识的来 来进电 其实还是比较关键 所以说浏览数呢 也不等于播放数 啊 这个点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 清晰的来了解到他 再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店铺的整体啊 那通过排序呢 分析出各渠道数据表现的一个好坏吧 对吧 那分析不同渠道的转化效果 则说产品比较适合的渠道有哪些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渠道分析里面有好货 有搜索 有微淘 有其他 有直播 有生活研究所 有fashion 有这么多的渠道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主要呢 来讲呢 还是通过这个渠道来更加的去断定一下自己的内容板块 到底更适合什么 因为我们这节系列课其实更多讲的是微淘嘛 对吧 那其实在整个内容板块呢 微淘只是一部分 对吧 是一大部分吧 我觉得微淘 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微淘也可以发导内容到公益渠道嘛 对吧 那微淘呢 只是一部分 那更多的一部分呢 其实还是结合 就还是微淘跟达人之间的一个结合 所以说我们虽然说讲了微淘 但是数据里面呢 也带一带这个打人板块 来看一下更多的适合于什么样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分析内容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单条数据的一个内容变化 我会发现 其实在公益渠道呢 像好货呀 像清单 这些内容 它的展现时间会周期会更长 因为你一旦给它推上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持续的展现 比如说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在7月的22号 一直往后推推推推推 它展现到8月的30号 还有展现 对吧 甚至说中间会有起伏 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呢 它的展现没有了 但是后面呢 还会给展现 还会持续的去更新 把展现给它补上 所以说这个就是公益渠道的特点 公益渠道呢 是这样的 就是它会 一旦它上到渠道里面来 它会有一个长时间的 持续的内容展现 还是比较重要 再往后我们来看一下 各渠道内容投放 前50的一个你整体的内容 对吧 那整体内容呢 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些 表现的比较好的打人去 去找一下 对吧 但是这个其实 这个店铺呢 不能作为这种具体的案例 因为它是一个我合作的店铺 基本内容都是我投的 当然了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人来投啊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但是它浏览次数也不是特别多 那给大家讲这个呢 主要是让你们去对比自己的店铺 看一下自己的店铺里面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 更适合的内容的 投放者 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去 都要去最大化的来帮助店铺 来获取流量啊 这是它的对应的特点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节啊 就是内容板块的数据分析 那下一节呢 我们会讲这个根据内容来 调解微淘的布局 调整微淘布局 感谢小伙伴们这节课的收听 我是本子课程的讲师木北 我们下节课再见 这个根据内容 是 感谢观看